鼻出血可由鼻部疾病引起 也可由全身疾病所致 轻者仅为剔中带血 重者可引起失血性休克 反复鼻出血可导致贫血 在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 鼻子怎么会突然流鼻血呢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鼻子突然流血 又该如何正确地止血 经常性流鼻血和偶然流鼻血 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还是生病的前兆 本期节目将特邀国内知名专家 共同探讨这个话题 台湾人生现场之上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秦天 今天在现场请到了三名嘉宾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搭档 著名相声演员素强 你好 在我左手边的这一位 是我们今天请到的 这位专家来自人民医院的 王敏王教授 王教授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王敏 第三位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著名的营养师 我们的王斌 大家好 在生活当中 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会流鼻血 也曾经流过鼻血 那么流鼻血 预知着身体出现了 什么样的问题呢 又应该怎样去解读它呢 先通过一个小片子 来了解一下 流鼻血 在我们的生活中 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早上起来洗脸时流鼻血 日晒过热时流鼻血 甚至有的时候正常工作时 也会莫名其妙地流鼻血 流鼻血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还是生病的前兆 说到流鼻血呢 就必须得问问傅强了 因为傅强经常流鼻血 你那么了解我们 太了解了 因为好朋友了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是不是朋友 是朋友 那你流没流过鼻血 当然流过了 你看她经常流 经常倒不至于 但是的确流过 流过鼻血 对 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流鼻血 就是看到那个 王斌老师这样的美女 你就流鼻血 喷泊而出 你看原来是一件白衬衫 对 好吧 看来你真是我的好朋友 你太了解我了 我染得都那么均匀 血染 不容易 就是 这是开玩笑 流鼻血上火吗 肯定的 上火流鼻血 上火流鼻血 而且我早上起来 我鼻子有一些过敏性鼻炎 王老师 也流鼻血 不是 你听我说 我早上起来 每天早上起来都会醒 有的时候会带出一些血 我都习惯了 说实话 但是不叫流 但是所有的人 都是早上起来 可不就醒了吗 对 但是我不是 你是说睡醒了 他说是去中带血 对 我真的 血流如注还是不一样 对 要如注我就活到今天 但是的确有 我比一般人感觉要频繁 是吗 是的 我还好 但是我也曾经有过流鼻血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吗 你干嘛 因为我自己爱踢足球 让人打的 不是让人打 当一个球飞过来的时候 我们总是想帅帅的有一个这个 倒钩 倒钩 倒钩干嘛 倒钩干嘛 好吧 看来我是不提 倒钩 别人流鼻血了 就是 结果甩的那个位置太恰当了 长好鼻血 正好甩在鼻子上 打钩一下 当时那个鼻血 那也鼻血 就是如注了是吧 差不多 我能理解你叫自残吗 你会真的会踢球 你确定吗 我开玩笑 我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是足球队队长 足球队队长就这样自残 对 后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 我光荣地退出了 好吧 我觉得球队太明智了 流鼻血确实很常见 有各种各样的流鼻血 刚刚他所 傅强所说的呢 可能是说 这个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 说上火了 那我刚刚介绍的呢 是应该外伤 对 你像傅强刚才讲的 见了美女 见了美女就流鼻血 我们经常在这个媒体上 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 对 这是有点夸张吧 对不对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好 你像傅强 正常生理反应 正常的生理反应 说你还年轻了 完了 谢谢 看美女 然后身上腺素就分泌了 血压增高 听听 所以现在我不能往这边看 我还是在这边吧 因为我该流鼻血了 这是真的是有可能发生的 有可能发生 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 我原来一直认为 这种情况是属于艺术加工 没想到真实情况是有的 我们再来问问王明老师 在您接触的这个病患当中 有没有稀奇古怪的那种流鼻血的情况 这种流鼻血的病人非常多 就像刚才秦天说的 这个人群中 百分之六十的人 这一辈子 可能有那么一次或一次以上的病出血 所以这个比例非常高的 各个年龄段都可能会出血 我们曾经碰到有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呢 是一个酒店的一个大厨 因为他酒店是在溢水湖边上 经常有机会就是吃到甲鱼 进水楼台先得月 甲鱼 而且是野生的 进水楼台先得甲鱼 野生的 野生甲鱼 营养很高啊 对啊 一般人吃不到 你这什么样子 你知道什么是甲鱼吗 据说甲鱼身上是带道道带格格的 没错 一般很 还有两个尖章 不好意思 然后他就是 很多机会能接入到甲鱼 野生甲鱼 结果呢 结果就鼻出血了 火太大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滋补的东西 吃多了就出血 他的出血就非常汹涌 是外地的 在他们当地止血就止不住 后来又转到我们医院来就诊 当时他来的时候 这个脸已经白了 血涂降得非常低了 只有六七克 如果再不赶快止住 就生命危险了 所以小小流鼻血也是非常严重的 不能小事 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人不仅仅是光看这个美女会流鼻血 他吃这些东西也会流鼻血 他最爱吃什么呢 羊蝎子 对 那火气也大呀 你都知道羊肉汤那是温补的 对温补 火气也大呀 王老师他太客气 他不是有些人他就说我呢 我的确爱吃羊蝎子 你看他头发 你这火气全都枝楞 他原来那头发要长一点 他都是一根一根跟钢针一样 对 年轻就是吃羊蝎 是的 王老师我爱吃羊蝎子 所以有的时候吃羊蝎子吃多了 还真流过鼻血 而且还有一个事我不知道是不是流鼻血 我不可以泡水喝太多的羊蝎 羊蝎片我有过一次经历 羊蝎按照道理来说应该不会流鼻血 但是有这种情况 你看 我们碰到有这个像这个高考的学生 家长说好好补一补 对 然后特别进考场之前 再弄点羊蝎 结果上考场了 一会下来了 鼻出血了 那么除了这个前面所说的外伤之外 更多的是一些是自己的饮食 还跟自己的这个身体个体差异是有关联的 对 那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总结 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流鼻血 在医院里边 因为各个年龄组都能见到鼻出血 你看小孩的 三四岁的孩子 五六岁的孩子 鼻出血也很常见 但这种孩子出血 一般出血量不多 而且就是在我们所说的这种离世区这点 鼻中哥前方 这个地方出血 一般就是到医院以后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没有说这种明确的说 有小血管的破裂 你们用些药就可以了 像年轻人 男性的特别是 如果说他的出血出得很凶 单侧出血 我们就考虑会不会是 鼻炎小于血管瘤 一种肿瘤 这种肿瘤 耗发于男性 青春期的 单侧鼻堵的 有头疼的 出血量很凶的 反复出血的 这种情况你得 及时地到医院来就诊 像老年人 老年人出血也非常多 像高血压 有关心病的这种 特别是阿斯皮林的 那这种出血 可能是在鼻腔的后端 开始它表现为 可能是体重带血 一回息 吐出来的血里面 吐出来的潭里面有血 这是出血量少 如果出血量多的话 就可能血流入住了 甚至要误息 吸到肺里头 这种情况也得赶快 那就太危险了 对对对 所以各个年龄组 都可能会见到鼻出血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个临床症状 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疾病 其实有季节性的 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 在冬天天冷的时候 就多发 流鼻血呢 有季节性的吗 流鼻血应该说一年四季都可能会见到 你像在北方的话 可能冬季更多一点 那在南方呢 可能各个季节都会见到鼻出血 我个人理解应该夏季吧 王老师 对 在北方 比方夏季 天干雾燥 特别是在烈日下曝晒 对 就容易出血 我觉得尤其像我这样的夏天 再看到王老师 王美女啊 夏天再到那个沙滩上 大家穿得比较简单 两块 原生态一些 当时瞬间 你是干嘛跟我飞烟呢 如注了 像血压增高了 血管确定程度高了 高血脂啊 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不出血 那时候因为我留的时候 我已经顾不得他拍哪了 反正我就是这样 痒 然后最主要是痒 然后堵住他 最好的应该说是 微微的前轻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流鼻血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统计 这里有一个这个题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的 常见导致流鼻血的局部的原因 其实刚刚我们都有提到 对 您再总结性的说一下 比方外伤 刚刚秦天说了 打球撞伤了 容易鼻出血 那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鼻腔的炎症 你比方说干燥性鼻炎 鼻腔那个黏膜特别干燥 像稻田以后 它这个长期缺水 那稻田就裂了 鼻腔黏膜也一样 腹肠还好 腹肠是膝肉 比膝肉一般是不出血的 那鼻腔肿瘤呢 就会引起出血了 刚才咱讲了 说鼻腔腺血管瘤 一听着血管瘤 那肯定出血很多 那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 你还有一些这种恶性的 比方说在南方很常见的 鼻癌 鼻癌的病人 表现可以表现为 T中带血 那这种出血量可能不多 一回吸 T中可能有点血丝 像鼻腔异物 我们说 如果孩子 把这个 比方说花生 比方这种玻璃珠子 或者一些其他的这种异物 金属的东西塞到鼻腔里边 时间长了 它会刺激鼻腔的黏膜 会破坏鼻腔的黏膜 也可以表现为鼻出血 我们刚刚总结的是这个局部的原因 全身呢 有没有什么全身的因素会导致这个流鼻血 全身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像血液的问题 容易鼻出血 像血压增高了 血管测性程度高了 高血脂 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鼻出血 好 接下来说一说这个流鼻血的应对的方法 各位有总结吗 应对的方法 我觉得这首先是少看美女 就是说不是少看美女 就是说尽量看到美女的时候 你比方看到王老师 你算了吧 控制 控制 算了吧 这我一问你啊 你就已经语无伦次了 没有 七竅脖子都流血了 这样吧 给你做个总结 一直在控制 我们来看个片子好不好 好的 请看 这片子看完了 应该有很多的这个回忆 对 方法可能 对于我们来说啊 很多都会用的 是 最常用的是什么 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 流鼻血的时候 在学校里 教室里很简单 一个是羊头 然后有的同学会给我拿那个纸 干净的纸 塞个团 堵住它 然后再有就是拿凉水拍 好像就 拿凉水拍 拍哪 拍鼻子 拍这 他总不能拍后脚跟 他怎么能拍后脚跟吧 拍哪门啊 拍哪门啊 好像也有 反正就是拍上 那时候因为我留的时候 我已经顾不得他拍哪了 反正我就是这样 痒 然后最主要是痒 然后堵住它 比方说我们鼻腔在滴血 怎么办 像刚才傅强说的 我们可以把头稍微痒一下 但是这种痒呢 不能痒得太高 你痒太高的话 它倒流了 倒流了 倒流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 这血一方面可能进到位 去倒 对了 你太聪明了 太厉害了 不是太聪明了 多看我们健康大财富 这些知识你都能掌握 你太会聊天了 如果吸入到气管 那就出现置虚 那是很危险的 所以不能太高 所以不能太高 其实最好的应该说是 微微的前倾 鼻出血的 让它流得更快 微微前倾 因为你这个靠你仰头 你不看到这个血 其实并不代表血没在流 它继续在流呢 血继续在出呢 只是说你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你微微前倾呢 可以让那个血不流到身上 同时呢你说可以 没关系 都自己衣服怕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 流鼻血的时候要仰起头 对吧 但是也有一些方法的 用清水拍额头 这是什么道理 实在是不懂 这很简单嘛 你这还不明白吗 这我来拍 我觉得好像也不太懂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出血呢 一般来说就是血管扩张 血管扩张以后呢 它这个就容易出血 那用清水 特别是凉水 拍拍额头 包括用一些冰块 放在这脖子这儿 颈部 可以放在这儿 可以减少这些大血管的温度 可以降温 降完以后 它这个血液就没有温度那么高 血管扩张得也没那么厉害 可能能达到一些止血的效果 来 接下来第二条 举手 这我说实话理解不了 左鼻孔流鼻血了 举右手 右鼻孔流鼻血了 举左手 王老师两个鼻孔 两个鼻孔 两个鼻孔 投降 投降啊 对 爱流流吧 爱我 我一定要你们二位试过 我还真没试过 没试过呀 王秘试过吗 没有 对 好多朋友说 我出血的时候 左鼻孔出 然后举右手 右鼻孔出 举左手 是管用的吗 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医据的 对 就是 我都搞不懂这个道理 对 所以没有试过 对 试试也没用 那就不是了 但是肯定是不试 完全是瞎说 最后一个我更能理解了 取大蒜 对 这明显是错的吧 捣碎了之后 说你流鼻血 敷脚心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王老师 等他这个过程就太漫长了 你把蒜取出来 捣碎了 他顾不上了 对呀 他抽解了 他抓耳挠腮 留住的话 对 这也可以 你流鼻血的时候 你边上的朋友帮忙 这孕音一流 快快 快捣 看没有科学医据 这个没有太多的作用 包括有些说 把头发 烧成灰 然后弄到鼻孔里头 天哪 血是不流了 太多的作用 这个方法呢 确实都是不正确的 那有没有一些 这个有效的 可以应急的方法呢 各位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 有很多人 就是生活在这个北方 就是干燥 所以你这样饮食 搭配合理了 像你的血管呢 怎么样 彩性就是好了 也会减少你出血的风种 比如说家里有香油 或者说橄榄油 拿这些油 捡到鼻子里头 不强 他在家里 就经常吃这个羊蝎子 这些方法呢 现在我们罗列出来的呢 是有效的 用消毒的棉花 把鼻子堵住 其实我们刚刚也已经说到了 对 往上说了 是这样 如果说鼻出血 它是在前端 比较靠前 特别说小孩 比较靠前 那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用一个消毒的棉花 塞进去 可能能达到一定的止血的压迫的作用 当然除了这个还不行 我们还要接着用 下面说的第二条 用手指捏住 鼻翼 部分的鼻翼 两侧 其实不光是部分的 应该整个的鼻翼 全部捏住 你光捏前面 前鼻孔 不能喘气了 能压到出血点吗 给大家示范 不用了 压不住 因为出血点 我们一出血区是在鼻中额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 主要想压着鼻中额的出血区 出血区是整个鼻中额这个位置 所以要把整个鼻子全部捏着 捏一次或者捏两次 这样捏着的话 有可能 压迫出血点 对了 太聪明了 有可能压着出血点 这个出血可能就没问题了 因为出血的位置 我们说一出血区 就是最容易出血 出血的一个部位 很多出血的位置就在那 出血可能非常凶 当时病人说 这血流入股一直滴下去 很紧张 但是有可能 你说你就压着这个出血的地方 就可以了 马上不出了 这是个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 是 当然如果说 需要坚持五到七分钟是吗 对 你给它这个血管的一个修复 一个凝血的这个 过程 这样的话 可能会达到止血的作用 当然如果说 真出的很多的话 你压着出血 不出血了 你一停又出 你可能还得去医院 去医院 还得去医院 第三个说冰敷 刚才我们也讲了 通过冰敷 来使血管收缩 降低血液的温度 来达到减少血流 减少出血的这个目的 这是我们在家里边 能够操作的 比较方便的 比较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 好 以上的方法 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但是说实话 我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 就是健健康康的 不要出皮血 对 防患于未然 最好是有方法 预防 没错 你能总结方法吗 我当然能总结了 我觉得就是 可能跟吃东西 还有关系 王老师 就是尽量不要吃 那些上火的 不要多吃肉 鱼 虾 肉 蛋 这些东西都要 好像没啥吃的了 不是 就不是能大量的吃吗 大量的吃就会上火 而且我觉得要健康的 运动 是吧 你怎么越说越心虚呢 我觉得 没有底气 我怕我自己 敢做不到 富强 他在家里 就经常吃那个羊蝎子 妈妈也买 上火了之后 他妈妈也给他买 我妈有招 我妈给我做冬瓜汤 冬瓜汤 我妈说冬瓜汤 是去火的吗 对 都这么说 对呀 能不能给出一个 具体的这个方法 具体的方法 就是少吃 那就是我们认为 就是大家常说的 这些容易上火的食物 另外呢 就是怎么样 所谓的食物呢 能去火 做不到 就是另外 但是怎么办呢 人说那你吃食物 还起不到 怎么办 就综合的一种什么 膳食平衡 就因为维生素 矿物质这些怎么样 均衡来补充的话 比如说有些人呢 他的血管的什么脆性呀 这些比较强 可能平时呢 他吃的怎么样 蔬菜 水果比较少 或者是维衣摄入比较少 他可能血管的这些 怎么弹性就不好 容易怎么样出血 所以你这样饮食搭配合理了 让你的血管的怎么样 弹性这些好了 也会减少你出血的一个症状 那么王明老师 您给做一个总结吧 你比方说 如果是鼻腔有肿瘤了 你赶快得去医院 去医院就诊 比方说外伤了 那你也得根据你的情况 进行处理 你比方有鼻中科 偏矩一些畸形 那有可能需要手术 如果说我有血液的问题 那赶快治疗血液的问题 如果血压高 那我得控制血压 那如果有些病人 我可能也没有肿瘤 也没有外伤 也没有血液的问题 血压也不高 但就是出血了 属于那种特发的 没有原因的 对于这种病人 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这种情况有了 出现了 对于患者来说 我们一般建议他 要增加屋里边的湿度 要潮湿的环境下 在潮湿的环境下 比如养点花 养点鱼 用加湿器 经常拖拖地 在南方可能一般来说 湿度比较高 在北方 特别是冬天很干燥 那就出血的很多 所以尽量让 这个环境的湿度 要高一些 在一个高湿度的环境下 我们鼻出血 一般来说 能有一个很好的酷子 但是没办法有 很多人就是生活在北方 就是干燥 鼻子就是干 这怎么办 怎么办 我好像我记得 王医生 这个办法对不对 我小时候 我老爸教给我一个 就是拿凉水 一定要凉水 倒吸进去凉水 洗这个出血的鼻孔 傅强说的吧 有一定道理 有一定道理 就是我下面 马上就要讲的 说刚才我们控制环境 让环境的湿度高一些 50%甚至70%以上 哎呦 我都不下雨了 没有太高了 50%到70%还可以 没有舒适的一个湿度 它没有生活长湿 如果80%到90%的话 这个湿度是比较难受的 容易发霉 容易出现别的问题 除了环境的湿度 我们说要高一些 那我们鼻腔也可以采用一些方法 刚才奉强讲了 说我们用自来水 自来水是这个不太卫生 我们建议用一些这种专用的 比方一些深海海水的一些制品 从医院里边 从药店都能买到 进行鼻腔的冲洗 冲进去 特制的一些液体 比较有对我们鼻腔的这个功能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这个可以建议患者来出血 如果是比较经常容易出血 可以让他用一些这些东西 同时呢 也可以让患者 你比方说在医院的话 我们可以用薄荷油 给他开点薄荷油 回家点鼻子 如果说这个朋友说 我们这边没有薄荷油 说医院里也没有薄荷油 或者没法生产薄荷油 那怎么办呢 有些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比方说家里有香油 或者说橄榄油 也可以 对 拿这些油点到鼻子里头 也能达到湿润鼻腔 保护黏膜 来修复黏膜这种 破损的这个部位的这个 作用 达到这个目的 达到这种作用 你如果黏膜功能好了 你破损的部位 它不破损了 就不出血了 王老师这香油这招太好了 每天鼻子里 可以多吃香油是吧 对 都有 您看各位 我们今天这个 说了半天了 从这个流鼻血开始 引发的这个问题有很多 但是所有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的野医 都为大家做了一个解答 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一点 流鼻血不要轻视 出现了问题自己解决不了 及时的去到医院 让医生对您的这个情况 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一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